中秋节即将到来不少人都会吃月饼来应景 一家社区这天就邀请到西点主厨到关怀据点 教导长辈做蛋黄酥 老师呢亲自示范做月饼的步骤 连馅料也有为长辈们特制的低糖低油 长辈们是认真学习 第一次动手做月饼 感到既新鲜又有趣 看到做好的成品都相当的有成就感 长辈们聚精会神眼神专注的盯着老师的每个步骤 生怕漏掉任何个重点 一家社区这天邀请到 曾担任知名饭店西点主厨到关怀据点 教导长辈们亲手做蛋黄酥 油皮做好油酥也做好分别 做好之后再两个再把它包在一起 然后经过两次的擀卷之后 就变成所谓的酥油皮了 酥油皮其实现在在中式面食加工的检定里面 它也是一个项目之一 好那那就包好的酥油皮之后 我们再把它擀开 再把我们做好的那个豆沙拔蛋黄 再把它包在那个油皮油酥的酥油皮里面 就会再进去刷 上面再刷个蛋黄 就可以去烤成蛋黄酥了 在小老师的协助之下 长辈们将油皮和油酥混合后 再一杆面棍轻轻压品卷起 再包入枣泥蛋黄 最后涂上蛋汁就可以送进烤箱 不少长辈第一次做觉得新鲜有趣 担心胆固醇太高 还可以把蛋黄晃成麻薯 自己动手做少油少糖更健康 西餐的老师 蛮不错的啦 就是给长辈他们很乐趣 很希望有这种课程 很特别的课程能够帮忙 他们学习到很多 而且今天是应景的中秋月饼 他们都很开心 看到他们开心我就觉得 跟他们一样都很开心 像这种小月饼 这种小月饼 手脑并用这样子 对啊 就是做月饼 让他们学到很多 自己可以在家做 也可以手脑并用去做的话 这种课程 我是觉得 很有意义的 好玩好玩 对啊 将来不要玩过了 好玩 像 好像小时候在玩那个 搬家家酒 在玩黏土那样子 对 比较有成就感 对 比较有成就感 一张表示 中台科大老人照顾系 三年前开始 和一家社区关怀据点合作 规划一系列的活动课程 最近安排食材 最近安排食材 台湖聚和营养社区等课程 这一次碰上中秋节 便邀请老师 教导长辈自己做月饼 看到自己做的月饼 不少长辈 是相当有成就感 介绍专专台中常有报导